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個節目呢 不只是要教你數學而已 還要陪大家 要怎麼樣去教別人數學 希望不管是家長還是 想要當家教的大學生 還是想要在學校裡面教其他同學的 這個 國中學生們或者是自己 想要把數學學懂一點 都可以來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在今天的課堂裡面呢 要再來介紹一下 一些這個 供應數公倍數的應用問題 所以來看一下 這兩題 讓你們自己先想一下 到底要怎麼做 這個有一個長一千兩百 的公路兩側 每十二公尺 設一盞路燈 然後每八公尺要種一棵樹 那 這個這裡 先看下面這句話 我們這個種樹和路燈 都從路的某一個 端點 最邊邊就開始設一盞路燈 這樣子 然後呢有燈的地方就不種樹 可以嗎 有燈的地方就不種樹 那這樣子總共會有幾棵樹 會有幾盞燈 來看下面這一題 有一個三邊長 24公尺 15公尺 18公尺的三角形花圃 那每150公分 就種一棵樹 這樣總共會有幾棵樹 那我們這個假設 是三個頂點 我們都會去種 好 那來想想看這兩題 那在你們想的過程中 我們來聊 蔡爾先聊一下 那也許有的這個 朋友會發現 我們好像聊了各種領域的話題 但是沒有聊數學 因為我們就在教數學 不過數學也是有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也許大家在國小已經聽過了 好 畢是定理 畢是定理 這個發明者 他其實不姓畢 他叫畢達格拉斯 這應該就是他的姓 畢達格拉斯 這個 台灣的學術界早期有一種習慣 就是把外國人都取一個 中國姓 比如說Michael就姓麥 然後這個 他很有名 那個什麼德先生 德先生和莫先生 就是這個 總而言之 把所有的英文的第一個字 都去找一個相對應的姓 那他其實叫畢達格拉斯 這個人 他在 公元2600年前 距今2600年前 大概在公元前五六百年 對 在公元前大概六百年的時候 的人 那他發明了畢氏定理 我們先介紹一下他這個人 在以前 我剛知道畢達格拉斯的事情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他是天才 當然現在我還是覺得他是很聰明的人 不過其實他也不是 自己憑空就發明這些定理 他也是有老師的 他非常認真在專研有關 數字 尤其是整數四者運算的變化 因為 他的老師 帶給他的一種宗教信仰 那他們相信這個 世間萬物都是由數字構成的 比如說呢 他認為這個 基數是善良的 偶數是邪惡的 有一點像中國人在講八字和五行這樣子 所以他們 他特別的 讀中去研究數字 其實是有其他的原因 不只是因為他熱愛數學 他相信數學可以解釋一切 所以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他把一些數字叫做三角形數 就是我們去把這個小石頭堆成 排排成三角形 這是一顆 這樣是三顆對不對 一加二加三是六顆 一加二加三加四是 十顆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是 十五顆 所以其實可以記起來 這是這個連續整數核 對 他把這樣子的數字叫做三角形數 因為他排起來就是一個三角形 那他把另外一些數字叫正方形數 這個是一 那一加二加三 再加前面這個一 就會排成一個正方形 這是四 一加二加三 有沒有 三角形數 然後再加這個 前面這個二加一 排起來就會變另一個正方形 是九 一加二加三加四 加三加二加一 排起來是十六 又是一個正方形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完全平方數 所以他發現完全平方數 其實是 連續 兩個連續整數核加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個 就是第二個三角形數 跟第三個三角形數 合在一起就會變成第三個 完全平方數這樣 很奇妙的發現 對 那這個是 一加二加三加四 加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 他是二十五 五平方 那你從這個介紹這件事情 就是介紹他的這個發現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這個人真的很熱愛去分析 整數的這個各種的組合起來的情形 那於是他們有 他在當時這個 研究數學研究的很有名 所以當時他所在的那個國家 給了他 他們這個學派 他和他的弟子 一筆錢 就是專門在研究數學 等於算是很早期的類似大學這樣的機構 研究機構 那他們就專門在研究數學研究什麼 研究 數字加減長處 那個是當時最聰明的人在研究的 因為覺得自己生不逢死 如果我也可以提早2600年 出生說不定我也想得到B是定理 說不定我也可以變成有名的數學家 來不及了 那總而言之他們那個時候在研究這個 他們後來很好奇一件事情 為一個長方形 長是A寬是B 那這樣這條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的對角線是多少 這個C是多少 假設我這個是3 那這個是比如說4好了 那這個C會是多少 那實際上必達這個就是我們 因為長方形是直角的嘛 所以實際上這個就是我們後來說的B是定理 直角三角形的兩股平方和是斜邊平方 3平方加4平方會是一個數的平方 這個數就會是這個斜邊 那這個數其實是5啦 那實際上必達哥拉斯怎麼證明 必是定理的呢 我後來找了一些網頁 一些書 沒有人很肯定書他就是怎麼證的 所以可能沒有記載下來 我沒有發現 不過我們介紹一下這個下面這個很不錯的證明方式 他好像被記載在這個周壁算經上面 他也是中國很早的這個書籍 漢朝的時候的一本書叫周壁 寫大一點 周朝的周 這個壁是骨頭 大腿 大腿 周壁 那 這本書後來就被叫做周壁算經 中國後來有幾本蠻有名的 介紹算數的書都叫做算經 還包括 還有一本也很有名叫九張算經 這裏面介紹這個方法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正方形 我們延續剛才這個問題 就是我想要知道 一個長方形或一個指導線條形 一股是A一股是B 那這樣這條斜線是多長 他說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超級大的正方形 他的邊長就是A加B 那我在這個正方形 的邊長上面點上四個點 然後把他們連起來 這四個點的位置 剛好把他的邊長都分成A和B A和B A和B 這樣子連起來長這樣 這樣沒問題吧 再看這邊 同樣的這個正方形 邊長也都是A加B 我一樣點四個點 分成A和B A和B A和B 但是分法跟剛剛這個有點不一樣 你會發現他點的位置不太一樣 下面這裡 對不對 這個點的位置不太一樣 然後我把這個點也連起來 這樣一來呢 這個直角三角形 其實就是我們目標的這個嘛 對不對 這個 邊長 一股是A一股是B 這個直角三角形 對不對 這個嘛 一股是A一股是B的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這個 其實也就是這個嘛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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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也就是 這個也就是一樣啊 邊長 一股A一股B的直角三角形 這個也是啊 一股A一股B嘛 對不對 這個是A這個B嗎 這個也是這個也是 對不對 所以這四個直角三角形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邊 我看這個 這一塊 這一塊是 邊長A的正方形 面積是A平方 這一塊是邊長B的正方形 面積是B平方 那A平方加B平方呢 他會等於 超級大的正方形 剪掉這四個 這四個 對不對 來看這邊 這個超級大的正方形 剪掉這四個 對不對 剪完之後剩什麼 剩下這一個 這一邊 這四個條都是C 所以他是一個邊長C的正方形 雖然畫的不太準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A平方加B平方會等於C平方 那這樣就正出來了 這個就是 必施定理 在中國叫商高定理 不過附帶一提 就是中國的商高他在提出 應該說我們沒有明確記載商高這個人是誰 只是有書裡面提到 有這個商高有講到有關直角三角形的話 那 這裏面所記載下來的只有這個特殊比例而已 並沒有介紹一個通識 所以 到底是中國人先發明必是商高定理還是 那個必達哥拉斯先發明必是定理 這上面有一點點爭議 來看我們的題目 好 這個 上面這一題 1200公尺每12公尺射一盞路燈 那所以可以射幾盞 這應該很簡單吧 1200除12是100 那要記住 因為你頭尾都可以射嘛 居然會整除 所以頭尾都會射 所以其實路燈射了101 1 再來每8公尺種一棵樹 這樣種了幾棵 每8公尺種一棵樹呢 所以1200除以8 除以4的話是300 所以再除以2是150 所以他可以種150棵 那事實上呢 因為有樹的地方 有路燈的地方 就不種樹了 所以我們還要把什麼樣扣掉 把 12公尺跟8公尺疊到的部分 扣掉 那這個疊到的部分 就是他們的 功倍數 功倍數 所以每 他們兩個公倍數 應該蠻好看出來 24 也就是8的3倍 也就是說 每3棵樹 其實就有一棵不中 對不對 每3棵樹就有一棵不中 所以其實 150除3 這樣子 那 每3棵樹就有一棵不中 這個是50 可以嗎 不過呢 你在這裡面 要注意到一點 因為有關頭尾的問題 我們兩邊都要去思考 所以剛才這個150 你如果 全部都要種 其實你會種到 跟剛才一樣 頭尾都種 所以你會種150一顆 150加1 我就不寫 你會種150一顆 然後後來這裡 你要拔掉的樹 也一樣頭尾都會有 所以你會拔掉51顆 可以嗎 所以他剛剛好 剛剛好你會剩下的就是這個 151-51 等於50顆 等於100顆 對 所以有幾棵樹幾棵路等 當然是100棵樹 然後101棵路等 可以嗎 好 更正 剛剛這一題 他要在公路的兩側都中 有時候這種題目就是 愛耍這種小型機 我個人不喜歡 好 所以我們剛剛算出來的數字要乘2 所以會有幾顆樹 會有200顆 然後有202盞 燈 可以嗎 好 來看底下 這個 三邊長 是24 15 18的花圃 那每150公分 種一顆樹 所以總共會有幾顆 為什麼特別要介紹這一題呢 跟上面這題的不同 就是 在這個 我們剛才在數的時候 我們說 你如果整除 那你就會有兩端多種的情形 比如說我這個15 假如說我每3公分 種一個 那除完是5 可是其實我會有6個 這個 3 4 5 因為我有5段 所以其實我兩端多種會有6個 可是如果你圍成一個 框框 不管你是圓形正方形三角形 如果你圍成一個框框 的時候呢 那 這個頂點 就會被 這一邊 跟這一邊 都重複算到一次 對不對 你說你這邊如果 像我們剛剛這個 我們來看這一題 15除以1.5 這個可以種10顆 150公分 就1.5公尺 然後18除1.5的話 是12顆 然後24除1.5的話 是16顆 你如果在這邊 算10顆多1顆 你這邊算 10加1 11顆 你就把這兩頭都算進去 接著你在這裡 18這邊你算13顆 又把這兩頭又算進去 那你這邊是就重複算到 好 你這邊就重複算到 所以我們的做法呢 是這樣子 畫一個大一點的 我們把這些頂點 不管你是幾邊形 我們可以這樣想 把這個頂點呢 這個分給他 所以你看我這邊 我有這個頂點 但是沒有這個 這個頂點呢 這個分給他 這個頂點 分給這一邊 這個頂點 分給這一邊 但不是說規定一定要分哪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等於把每個頂點 都各一個分給其中一邊 像這個四邊形也是 換個顏色 四邊形有四個頂點 對不對 那我算這邊的時候 等於讓他拿一個頂點 算這邊的時候 也讓他拿一個頂點 算這邊的時候也讓他拿一個頂點 所以就是說我去算他總共要幾 幾顆或幾顆樹或幾盞燈的時候呢 我每一邊都把它視為是有頭無尾 或有尾無頭的 也就是說我除完了之後 這個10 既不用加1 也不用減1 那 這樣想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他總共要幾顆樹 這個16加10加12 38顆 這是這一題 這個長方體 60 135 225 要塗紅漆之後去切割成 大小相同的立方體 那這個我們上次有講過 這個 小立方體的邊長 同時會跟長跟寬跟高 產生關係 這個邊長會是他們的因素 因為他們全部都要被切切切切 切成這個邊長的幾倍 這樣子 所以我們去求他的供因素 那因為要最少塊 所以這個邊長要最大化 所以我們求的是最大供因素 這個都要想清楚 雖然你會覺得每一次看題目 老師都講 有點囉嗦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囉嗦 但是就是要提醒你們 一定要想清楚了才來寫 不要亂算 這個抽15 然後這個15是9 這個是15 那最大供因素就是15 這樣子 所以總共會有幾塊 總共如果他問的是說 總共會切成幾塊 那長被切成4份 寬被切9份 高被切15份 成下就是答案 對嗎 可是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是說 會有幾塊 是完全沒有紅漆的 那這樣會有幾塊呢 我舉這個 當例子 如果這個就是那個立方體 這一層 就是紅漆 那我這樣子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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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是不是這一層全部都不能要 因為他都有紅漆 這一層有紅漆嗎 他後面這層有紅漆 剛剛這層有紅漆 上面這層有紅漆 這層有紅漆 後面的這層有紅漆 所以說呢 一個 我們來看這裡 所以說一個立方體呢 也許你不知道 我在 高中的時候有一陣子很迷戀 畫立方體 你不知道為什麼 誰畫的還不錯 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長方體 有一個長方體呢 他在被切割之後 我們他的長不管被切幾段 總而言之呢 這一層都是不要的 對不對 所以不管他的長切幾段 這一層不要 而且 最邊邊的這一層也都不要 那不管他的寬被切幾段 他最邊邊的這一層有紅漆就不要 還有後面的這一層也 也有紅漆也不要 對不對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上面的這一層也有紅漆也不要 還有最底下的這一層也有紅漆也不要 那所以這一個題目呢 就是他的 長要減最上面 長是減最這邊跟最這邊的 寬要減這一邊跟這一邊 高要減最上面跟最下面 所以長減2 寬減2 高減2 這樣才是會完全沒有紅漆的快速 所以十七乘三 九十一乘二 一八二 那來看到最底下 三百到一千兩百之中 七的倍數但不是三的倍數 我們上次有介紹到這個 如果他不是從一開始 你可以怎麼算 我們說你可以從 整數會 剛好出現他的倍數那裡切掉 因為我要追求每七個一組 每七個一組 那一組最後面那一個就是 所以我除到有餘數 我可以直接忽略掉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算 這個我假如算三百裡面有幾個七的倍數 三百到一千兩百 最靠近三百的七的倍數是 二八二一三零一 所以我從三零二開始算 那拿一千兩百減三零二是這個 九百少二 八九八 八九八除七 這個 一四 五十八的話 八七五十六 到五十五 一十五 所以我就知道 余二可以不要 要不然的話 余你直接拿這個去除 余幾不要我也不清楚 這樣很危險 余二不要 所以有一八四個加上剛才這個 三零一 所以其實有一四 一四八個 加上三零一 所以有一百四十九 最七的倍數有149 這是一個想法 那另一個想法是什麼呢 另一個想法是 1200到300裡面 7的倍數的話 就是把1200內 7的倍數算出來 300內 7的倍數算出來 去減 對不對 所以1200裡面 7的倍數有1200除7是這個 1 7 171個 300除7的話是 42個 42個 所以171-42 149 不對 1剩50 30 42個 所以我們剛才做錯 2 129 129 對剛剛這個898除 除7這裡除錯 129 所以171-42是 129個 所以其實這兩種想法都可以 就是你把它切到剛好 整數 剛好倍數後面開始 那這個 再來去數 這樣子余數可以直接忽略 另外一種想法 感覺好像比較簡單 就是 你把這個1200個裡面有幾個7的倍數 扣掉300個裡面有幾個 扣掉就是300到1200之間 所以其實這一整體你也可以用這個想法 我們先 算這個 1200個 之中有幾個7的倍數 但不是3的倍數 所以7的倍數是171 因為7跟3 所以7跟3的公倍數就是21 就是每7 每3個7的倍數有一個是21的倍數 所以把它除3 等於這個 剛好除淨 57 所以171-57 所以是 104 114 114 114 那所以 1200之中有114個 47的倍數 但不是3的倍數 然後 然後 那這個 300之中 也就是42個裡面 7的倍數 300之中7的倍數 42個 有幾個不是3的倍數呢 42除3 42除3是14 所以 42再減 14是28 所以300之中有28個 所以最後呢 再拿114-28 是多少 減了14再減14 86個 有答案 可以嗎 這是我們這次的課程 然後作業 這次的作業很簡單 我們下一次應該是 沒有作業要檢討 好 就是練習啦 其實這個 供應數 公倍數 你要我說哪一章比較 哪一小節比較重要 我個人認為 就是快速抓取 供應數公倍數最重要 那我們在這次的作業裡面 還額外的練習這個 分數的減法 因為其實 第一個國小可能學過 第二個學校老師也會教 所以加減法的部分 我們就不琢磨太多了 下下之後的課程會在 短暫的提到幾個重點 然後有關分數的部分有一些提醒 然後這次的課程上到這裡 再次的課程 再次的課程